红龙古时运动初开,天地人育了一种奇物,不知几世几劫,这个奇物竟然裂碎成十八篇。 谁可以估到威震还羽的神尊,气吞天地的神兽,移山填海的天地异保,广谋无边的奇幻仙境,遥遥迷人的绝世妖姬,竟然都是上古奇物的碎片所发。 由神为人,再由人为神,落泊神人云长空,印得到一尊箭顶,走上了不凡之路, 且看云长空如何发现惊天秘密,重现上古时期,号令众神魔的飞煌, 箭顶现神魔出,回归上古,号令三界。 分钟里面,他要用买食奶的力来提升自己的实力。 毕竟想要灵气九品的内丹降到灵气五品,是要吃了他绝大部分的力量。 这些力量的恐怖之处,真是不是开玩笑。 在吸收的同时,云长空高举魔兽来丹,故作深沉,开始就说了。 这种魔兽内丹的作假手段,非常高明。 而且刚刚有人开始这样做,所以拍卖行被人弄点,其实都不是好与的。 至于做假的方法,就是将大量的能量涂在内丹的表面。 搞到表面看上去,就好像高等级的魔兽内丹一样了。 但是,只要将表面虚假的能量抹了去,他的真实面貌,自然就一目了然。 在旁边的道路,听到,不由得冷笑。 真是笑了人的牙齿,能量涂在表面。 唉,我这把脑骨头都没听过这么荒诞的东西。 杜鲁先生,说话不要说得这么早。 如果我鑑定不了出来,是生是死,你们拍卖行话事呢。 如果我弄得出来的话,那你作为一个封城有名的鑑别大师, 人家就觉得你无知了。 这个道路先生,被云长空几句不谈不谈的说话,激到杂杂跳。 云长空一摆手就说了。 十分钟,你给我十分钟啦。 之后就见真章啦。 杜鲁也都一伐袍咒,眼都不眨那样, 钉死云长空,开口就说了。 好,十分钟,老夫还等得起。 云长空就不再理这个道路先生, 只见他一只手握住内单, 把口就暗暗沉沉沉念念有耻, 好像司法一样。 实质上,就是出行力吸能量, 自己的实力急速飙升。 灵气狗品的魔兽来单, 被阵风勇兵团那粒灵气一品, 高出不止十倍, 就是蚊和牛比。 那个道路一直心默念着时间, 十分钟一到, 开口就看。 十分钟, 九时间啦, 鸣子啦, 云长空有点意犹未尽, 心想, 什么这么快的? 在阵兵俑兵团, 战顶吸收这些能量的时候, 自己可以充分利用, 实力直接提升一戒。 但是如今, 正是被战顶吸收, 自己用来提升力量的能量太少啦。 他手拿着那粒魔兽来单, 云长空慢慢地走向十四位裁判, 最终就摊直手掌给他们看。 几乎在魔兽来单量出的第一时间, 一个个裁判, 面色都变了, 外面直接就写着不可能三个字。 尤其是那六个拍卖场的人, 表情难看到啊, 根本不用验证, 他们一眼就看得出, 那一粒魔兽来单的能量, 已经极为弱小啦。 他们一个二个, 你望下我, 我望下你, 都希望从对方的眼里, 看出个所以然。 云长空开口就说啦。 那么多位证人, 你们说, 你一粒魔兽来单, 是几笨啦? 那八个上来的公正人, 除了震惊, 就是沉默。 如果云长空错了, 他们就自然乐意, 做这个公正人啦。 但是现在说话, 会得罪拍卖场的嘛, 他们肯定是哲都不出声的啦。 感受到这八个公正人, 那种惊骇的目光, 台下的人, 似乎都在感觉到有点不对路啦。 一个二个, 睁大双眼, 伸长条颈, 在等待结果啦。 拍卖行那六个人, 外面黑过祸底啦。 那个道路, 更加是拿起另外一粒魔兽来单, 好像云长空扎在手里面那样, 左招右招, 看看发生了什么回事啦。 但是量他招一日半日, 都招不出效果啦。 云长空, 见到他们一个二个不出声, 另一转头, 就对着一大帮看热闹的人大声话啦。 怎样啊? 什么不敢出声啊? 就是这个时候, 拍卖行会长 等沉沉深呼吸一口气, 开口就说啦。 我说, 这一粒是灵气五品, 没错啊。 看到沉沉都出声, 四个裁判自然就点头啦。 沉沉面色严肃, 继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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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续说啦。 我的拍卖行, 立身数百年, 讲究的是信誉, 如果有错, 也都是有胆量承认的, 还请这位朋友, 继续验证, 最后, 一起清算。 云长空的心里面, 真是赞赞这个女人, 觉得她好厉害, 也都不欺费笑脸, 拱拱手, 说了声好。 这个时候, 那个道路, 在旁边大声就说啦。 等一会儿, 你给我等一会儿啦。 你现在, 难道在这儿变弃法啦? 将我们的魔兽来弹, 收起来, 拿一个灵气五品来冒充? 这个道路呢, 真是老顽故啦。 他整世人都没走漏过眼, 现在, 他情愿云长空晓魔法啦。 随便一伸手, 就可以变到一粒灵气五品的内单出来。 云长空见到这个道路先生, 鼓到面都红了, 开口就说啦。 哈哈哈哈, 道路先生, 你真是幽默啦。 他一字讲, 一字将上身的衣服, 全部都脱了。 奴出虽然受伤, 但是肌肉扎实的胸膛, 开口就说啦。 我在几万人面前做监证, 你认为我的手法, 真的会这么高明吗? 如果还有怀疑, 我可以摸光珠的, 难道那些魔兽内单, 就可以凭空消失? 我真是一手一扎, 就可以拿到一粒灵气五品的东西出来吗? 沉沉看着这个监证会准备变成脱衣帽, 开口就喝啦。 道力, 不要在这儿丢架啦。 这个监证会准备变成脱衣帽子, 听到沉沉这样喝他, 臉顾得珠干感色, 不敢再出声。 云长空不作任何犹豫, 直接拿起第二粒魔兽来单, 这一次, 所有人都省大眼看着他双手, 似乎觉得一个个目光注视他, 好像被针夹那样, 云长空吸收的速度更加快。 每一粒魔兽来单, 仅仅是六七分钟, 就将它吸到变到灵气五品的水准。 四十分钟一眨眼过去, 云长空清晰地感觉到, 自己已经突破了连体四品。 从连体三品到连体四品, 所需要的能量是比二品进吸三品要多十倍的。 但是这么庞大的能量, 自己竟然在不用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突破了。 这样还是自己有意加快速度给战顶级收的。 如果是慢慢吸收, 十五粒高级的魔兽来单, 恐怕突破连体五品十至六品都有可能。 当最后一粒魔兽来单在所有人的目光注视之下变成五品。 云长空放低之后, 微笑着望向审辰。 广场上一个二个, 静怡怡一颗声都不敢出。 云长空CAM了两声, 开口就说, 我记得沉会长说过, 十五粒魔兽来单只要有一粒是灵气五品就当我赢。 现在十五粒魔兽来单全部监定完毕。 那结果你们满不满意啊? 云长空说话刚刚说完, 下面就立刻自自沉自沉地静着起身。 沉视家族的信誉一向都很好。 但是今天件事就精彩了。 恐怕不止风省, 不用多久就连其他城市都会闻到锤。 就在这个时候, 一个拍卖行的长老, 激到扔了脚, 开口就说了。 哎呀, 我就说了, 一个这么小的烈火勇兵团, 哪有本事拿到这么多高等级的魔兽来单呢? 哎呀, 真是用了这些旁门阻道, 他们死眼啊他。 面对这样的乱局, 沉沉的面依然是波澜不惊。 他开口就说了。 诸位稍安密操。 日前, 我拍卖行也都是刚刚收到这一批魔兽来单, 一直怀疑它是真还是假。 所以, 所以在未确定之前, 没有安排拍卖。 今天终于真相大白, 不失为一件喜事。 今天验证之事, 实在是有劳这位小友了。 我应该对你表示感谢的。 同时, 只要有价, 我拍卖行就以五倍的价钱补偿给大家。 云长空听到这个沈臣说完这番说话, 那心真是伏到五体头地。 本身魔兽来单的拍卖, 在封城这些城市并不是很常见的。 这个沈臣三言两语就将这件事摆平, 应变能力实际不像一个二十多岁左右的年轻女子。 就在云长空感叹的时候, 第一个出来做裁判的白发老者开口就说了。 这位小兄弟, 你住在哪里呢? 在下府上也有一粒魔兽来单, 烦恼你代为监定, 酬金好商量啊。 这个老人一开口, 那些裁判, 你望望我, 我望望你, 大家交换了下眼神, 一个二个都说, 哎呀,我又有啊, 帮我监定下啦, 那…… 云长空双手放在空前向下压, 开口就说啦。 哎呀, 没问题没问题, 在下是阵风勇兵团的小鹿, 只要大家想知道自己的魔兽来单, 是否货真加实, 随时可以找我啊, 在下以大家为己任, 身怀正义之心, 任何鑑别, 绝对不收报酬的。 云长空越说越激动, 好似是一个光明磊绿的大丈夫, 一样那么伟大。 听到他这么说, 在场的人无不可彩, 甚至乎有些还猜在场上。 云长空一面奸笑, 但是他仙红面红, 那把口还在那里说, 应份的, 应份的, 应份的。 人亲手捧着一个银盘, 走向云长空, 开口就说了。 这位朋友, 我这里, 还有最后一粒魔兽来单, 有路, 你鑑定一下啦。 两个人的距离, 慢慢挨近。 近距离看, 云长空更加感觉到, 尋神这一个人, 有或无比, 真是想上去咬他一口。 云长空, 嘻嘻一笑, 就说了。 尋会长, 你用什么香水的? 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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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。